國中教育會考登場二十八萬多名考生上陣 數學非選擇題首次計分 作文題目是捨不得 國民黨總統初選領表截止 黨主席朱立倫不參選 但強調會為明年大選的成敗來負責 跆拳女將莊佳佳 在俄羅斯跆拳試檢 再打敗初期選手 拿下手金 取得明年的奧運資格 吳森堡總理和同志伴侶正式結婚 是全球第二位 歐盟第一位 完成同志婚的現任領袖 大家好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今天五月十六號 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李曉茹 新聞開始我們來看國中教育會考今天登場 全國有二十八萬多名的考生來參加 今天第一天考的是社會數學 國文和寫作測驗 缺考率是落在一點一五到一點四五之間 而今年的數學非選擇題的部分 是首次計分 至於作文的題目 則是捨不得 要為考生加油 不同國中的家長會一大早就在考場外駐鎮 聲勢大到像是在拼場 家長比孩子還緊張 考生想的是就算沒有五個A++也要正常發揮 畢竟今年幾北區只有一所政大附中辦理特色招生 其他學校全部免是入學 會考成績很重要 如何拿高分 首度計分的數學非選擇題成為關鍵 因為二十五題選擇題 簡單題目比去年多 就看考代數和幾何的兩題非選怎麼寫 負責命題的台式大新冊中心表示 今年各科基本題都從去年的百分之十 增加到百分之十五 原因是不想讓程度不夠的孩子提早放棄作答 不過考題仍有鑑別度 像是國文和社會越寫到後面 思考時間也拉長 前面的題目就比較好寫 然後後面就有比較難 後面的閱讀 我覺得閱讀 什麼心思啊文言 看不太懂 會考第一天只有零星小違規 桃園某考場傳出有人考數學 偷看隔壁同學答案 被教育部證實不是作弊 明天還有自然和英文 由於英文聽力也是首次計分 而且是在閱讀測驗後三十分鐘採考 考生得注意不能遲到 也不能提早交卷 否則成績受影響 既然小衛生致命台北報導 這次消息部分 國民黨總統初選今天下午四點 截止零表了 最後只有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 前衛生署長楊智良 和前桃園縣大園 鄉公所主任秘書黃伯壽 三個人完成零表程序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決定不選 他說不選比參選還要承擔 更多的壓力和責難 如果國民黨的總統敗選 他會下臺負責 國民黨總統初選零表 十六號截止時間一到 朱立倫特別來慰問黨公同仁辛勞 面對初選以來的風風雨雨 尤其最有勝選機會的 樓梅來零表 被馬總統要求朱立倫應該負起責任 朱立倫一吐心中苦水 強調決定不選比要選 還要承擔更多壓力及責難 各位想得到的 各位想不到的 各位知道的 各位不知道的努力 我做了非常的多 院長說我這幾個月的努力 他看到了我的誠意 他看到我是真心誠意 為黨的團結來努力 有人不滿意 罵我也好 批評我也好 甚至很多不實的犯話 作為黨主席 我都必須吞下來 更有黨內同志批評 說朱立倫不選總統 是為持贏保態 怕輸與不負責 朱立倫表示 若是造成黨的分裂 甚至大選敗選 他都會負起責任 辭掉黨主席下台 如果因為我參選 而造成黨的更不團結 我隨時下台 同樣的 因為我的不選 而造成黨的分裂 我也隨時下台 而朱立倫一席話 如果因為我參選 而造成黨更不團結 也被解讀為將來 可能被黨徵兆來出馬 預留伏筆 但朱立倫沒有進一步 談到未來動向 只強調國民黨不能 只為一次選舉就分裂了 要找回建黨的中心思想 讓黨真心團結 現階段一切回歸制度 讓國民黨重新團結 在制度之下 記者陳嘉欣 張子佳 台北報導 國民黨的總統初選 領表截止 但包括立法院長 王金平 黨主席朱立倫 副總統吳敦義 都沒有領表 藍營基層是憂心不已 而總統馬英九 還透過媒體專訪 對朱立倫來喊話 認為朱立倫有責任 要找到最適當的候選人 否則就應該自己出來選 立法院長王金平 十五號上午 宣布確定不領表 總統馬英九 下午就接受平面媒體專訪 被問到是不是卡王 逼退王金平 馬英九延遲否認 而對於黨內大咖 紛紛確戰 尤其是表態不參選的 黨主席朱立倫 馬英九也罕見的喊話 要他扛起責任選總統 馬英九專訪中 對黨內大咖 沒有領表參選 表示很焦慮 強調自己到現在為止 沒有機會碰到其他 勝選機會更高的人 對於是否支持朱王沛 他強調不是他能夠左右的 而對於馬總統的說法 已經領表的楊智良 認為總統的話很不恰當 而洪秀柱解讀 這是對朱主席期望很高 而對於初選提名是否可能變成延長賽改真招 洪秀柱表示不認同這樣的說法 也不認為黨中央會這麼做 對此黨中央表示 為了建立制度 初選程序一定會走完 目前沒有延長賽的問題 記者 陳嘉欣 陳立峰 張子佳 綜合報導 我國跆拳女將莊佳佳 在俄羅斯跆拳試錦賽 六十七公斤量級 是打敗了 土耳其選手塔塔順利奪金 也成為臺灣從一九九九年以來 守面的女子跆拳金牌 同時她也取得了 明年巴西奧運的參賽資格 轉身後旋踢 第三回合關鍵一擊 踢中對手頭部 我國跆拳女將莊佳佳 一舉打敗上屆奧運銀牌得主 土耳其選手塔塔 為中華隊拿下今年 跆拳試錦賽 守面金牌 而正面持來的金牌 也是我國跆拳女將 十六年來第一面 奪金那一刻 莊佳佳忍不住激動落淚 得知女兒奪金 在桃園中立的父親也相當激動 她說從小栽培莊佳佳 原本只是培養興趣 沒想到女兒打出成績 還為國爭光拿金牌 女兒有如此成就 她真的沒想到 畢竟跆拳之路很艱辛 得知女兒奪冠 莊爸爸一早就打月揚電話 為女兒加油打氣 爸爸愛你爸爸恭喜你好棒棒 中央家家在女子六十七公斤級 一路過關斬將 成功打破臺灣至一九九九年以來 女子跆拳金牌荒 更成功取得明年巴西里約奧運的參賽之格 記者黃立委張國良桃園報導 美國是爆發了四十年來最嚴重的潛流感 農委會已經宣布如果疫情持續擴大 不排除全面禁止美國雞肉的進口 目前也已經逐步提高國內肉雞的產量 但恐怕也很難避免雞肉價格會水漲船高 雞腿肉切塊整隻棒棒腿 這些大賣場進口美國的雞肉 很快就要從臺灣的市場消失了 美國爆發四十年來最嚴重的潛流感 農委會已經禁止美國十五週的雞肉進口 如果疫情再擴大 不排除全面禁止 國內消費者大多習慣買本土雞肉 認為影響不大 但部分的素食業 便當店是採用美國雞肉 一旦禁止進口 攤商認為一定會影響價格 目前美國進口雞肉大約占 臺灣整體雞肉市場的一成五 農委會表示為了避免供需失調 已經逐步增加加拿大雞肉的進口量 也會提升本土肉雞的產量 農委會評估以目前的庫存量 還有兩到三個月來看 即使禁止美國雞肉進口 雞肉市場的供需還是會維持正常 不過畢竟美國是世界肌肉價格的主導者 到時候臺灣肌肉價格 恐怕還是難免會隨著國際市場而波動 記者 臺北報導 立法院昨天是三讀通過了長期照顧服務法 對失智失能的家庭是一大幫助 而長照基金的來源 將由政府分五年來編列 至少是一百二十億元 不過民間團體並不樂觀 批評這裁員不明確 杯水車薪 恐怕這長照會很難運作 有關失能家庭照顧服務的長期照護法 十五號終於在立法院三讀通過 未來只要身心失能六個月以上 需要生活及醫事長期照顧者 家屬可透過長照機構 聘僱合格照顧員 獲得最佳照顧 不過民間團體卻抨擊 這個法案沒有明確裁員 就像是拼裝車上路 沒有油根本動不了 我們形容它是一個拼裝車 因為它要整合了五大法 在整合之後要啟動 結果只給少少的油 我們不知道這部車能開多久 此外 由於許多家庭照顧者 都是二十四小時待命 而且全年無休 身心都承受極大壓力 因此有民間團體希望能讓家庭照顧者 週休一日獲得喘息 由政府提供服務預算 不過長照基金來源 未來將由政府分五年編列 至少一百二十億台幣 民間團體擔心 根本是杯水車薪 一年以臺灣的 這將近六十萬的照顧者 一年是需要七十億的 所以這一百二十億 五年的一百二十億 對一年所需要的七十億的照顧者 我們覺得那是 根本是杯水車薪 面對外界質疑 衛福部表示 將由政府預算 飲品健康捐等 作為長照基金的先期來源 目前也正規劃 長期照護保險法 將比照健保方式 以保費收入作為最終裁員 而長照法 預計兩年後上路 大約有七十六萬個家庭 兩百二十八萬人受賄 明天是國際反恐同日 已經邁入第六年的 高雄同志遊行 今天是提前登場 而高雄市政府也宣布 將開全國先例 實施同志伴侶的助記 二十號要正式上路 有人打扮成五妹娘 也有人一件小短褲 展現身體線條 一年一度的高雄同志遊行 下午三點走上街頭 今年訴求不管胖瘦 還是跨性別 都要有自信 今年遊行日期 遇到國中會考 路線特別在行前做了修正 雖然部分路段空間比較小 一度造成遊行隊伍和車潮 一起塞在路上 但頂著大太陽 還是很多人珍惜 這個表達自己的機會 每年都來參加 參加的人就是越來越多 然後在路路上碰到的民眾 也會更熱情的跟我們打招呼 然後甚至幫我們加油 在同志遊行前 高雄市政府也曾經公布 要在年底實施 全國首創的同志伴侶助記 昨天也決定提早到 下個禮拜三就上路 高雄市政府用政策呼應遊行活動 也希望同志伴侶助記上路以後 醫療和警政單位也能跟著 放寬認定 開放部分權力給已經助記的同志伴侶 記者王界村許正俊 高雄報導 國內的同志上街爭取婚姻權 但盧森堡的總理貝特 昨天是和他的同志伴侶正式舉行婚禮 成為繼冰島前任女總理之後 全球第二位 歐盟第一位完成同志婚的現任領袖 在眾人的歡呼聲中 盧森堡總理貝特 跟比利時建築師戴斯特內 手牽手完成人生大事 今年四十二歲的貝特 二零一三年出任總理 從來未曾隱瞞過他的性向 先前他受訪時曾說 他想成為誠實重振的政治人物 所以必須先對自己誠實 接受自己 盧森堡在幾個月前 通過同性婚姻合法 貝特是歐盟首位在日內 舉行同性婚禮的總理 包括比利時總理米歇爾等五百名兵客受邀管理 歐洲媒體評論這場總理的首相婚禮象徵歐洲走在同性戀權力的最前端 記者綜合報導 二零一三年美國波士頓馬拉松 再爆炸案造成三死兩百六十四傷 恐怖攻擊的主嫌之一 佐哈 札涅夫 陪審團最終是以犯案後毫無悔意 一致通過判處死刑 聽聞判決時被害人時錯棄 而主嫌卻面無表情 美國聯邦陪審團 經過十四小時的審議 決定判處二十一歲的嫌犯佐哈 以注射毒計的方式處以死刑 來自車程的佐哈和哥哥塔梅蘭 二零一三年四月 為了報復美國在海外戰爭中 殺害穆斯林 在波士頓的馬拉松終點引爆炸彈 塔梅蘭在隨後的警匪槍戰中死亡 而佐哈則被警方逮捕 繼續來關心 美國的網路拒播Google 十五號時宣布 自動駕駛車Google Car 今年夏天將會在加州街頭 正式接受城市道路環境的測試 最快在二零一七年就能正式上路 這輛白色圓弧造型的雙門小車 就是Google公司 所研發最新版的自動駕駛汽車 Google Car 透過車頂這顆紅外線光學雷達 再配合Google Map的導航 預計最快這個夏天 就能搶先各大車場 在加州山景市的道路上 接受實際城市街道的環境測試 Google的目標是最快在二零一七年 將自動駕駛汽車投入實用 如果能實現就能搶在以二零二零為目標的日產 等競爭追求之前 Google過去一直透過改造其他車廠的現有汽車 展開自動駕駛實驗 而在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該公司發布了自主設計的最新版測試車 但專家認為目前最大的挑戰 就是如何說服民眾自駕車的安全問題 Google Car是美國迪特律的工廠製造 計劃先組裝150輛 電池則是用韓國生產 車內自主駕駛系統 可以跟Google手機作業系統連線 但由於沒有配備安全氣囊 因此最高時速不得超過四十公里 再跑了約一百三十公里左右 電池就必須充電 但是跟其他車廠的自駕車相比 Google已經取得了領先位置 記者接著鏡頭轉到國內 來關心台鐵的意外消息 台鐵上午八點多 有一列沒有載人的回送區間車 行進彰化射頭站路段時 當場撞死一名疑似是誤闖軌道的路人 另外桃園陽梅 也因為大型的路數倒塌 造成回流線斷裂 影響了五千旅客 彰化射頭傳輸火車撞到人的意外 遠景趕到現場又救人 不過為時一晚 夫人被火車撞上 當場沒了生命跡象 事情發生在上午八點多 一列正要回廠保養的回送區間車 經過射頭站東正縣南端的路段時 駕駛員看到軌道上有位富人 不過又刹車屎已經停不住 直接撞上 事故現場軌道的兩側都是住家 雖然有圍籬 不過還是有民眾貪快直接闖越 但火車駕駛都提心吊膽 戰務人員說 射頭站大約只有兩到三名的站員 軌道巡邏由公務人員來負責 不過人力不足 實在難以防範民眾闖越 這起事件一共十個列次 兩千六百名旅客行程延誤 而在桃園揚梅到富岡路段 上午的七點多 延誤路數倒塌 造成東正縣一條回流線斷裂 大約一個多小時之後 恢復雙向通車 將近五千多名的旅客行程也被延誤 日本的荊棘電鐵 今年二月是跟台鐵簽了友好協定 這個月的二十四號 要賣台鐵的排骨便當 限量一千一百份 而一份大約是台幣四百八十元 滷排骨滷蛋加上酸菜 台鐵的排骨飯又要遠征日本了 這次是跟荊棘電鐵簽友好協定 加上印有雙方火車的紀念提袋 原型不鏽鋼便當盒 台鐵找在日本的台菜餐廳代工 以日本的食材當天現做 限量一千一百分 企業餐廳之前就有跟我們台鐵合作過 所以他們之前有在學習過 他們這次在 所以他們在本身他們就會做了 那他們這次就幫他們做這個便當 然後在日本銷售 不過荊棘電鐵的網頁十五號 打出來的廣告內容卻是炸排骨 台鐵表示一定會要求代工業者 呈現滷排骨的原汁原味 而這一次的限量組合 每份是一千九百日圓 大約台幣四百八十元 對於這樣的價格 消費者反應不一 來台觀光的日本客一聽到一份一千九百日圓 直覺反應就是有點貴 事實上兩千零三年 台鐵的便當也去日本參加過便當大賽 當時定價是一千四百五十日圓造成排隊大搶購 這回小小漲價就看二十四號日本人的反應了 記者林正宥謝其文台北報導 繼續來關心台北市的文化局今天在中山堂舉辦了一場活字印刷展 而漢字的優美還吸引了英國的設計學院慕名而來 硬板塗上油墨接著放入紙張 玄棍加壓大力一轉手工印刷完成 這台古藤堡印刷機是世界第一部活字印刷機 在十五世紀由德國人發明 在當時是相當罕見的印刷術 如今在台北市中山堂曝光 民眾可以親身體驗手工印刷的樂趣 由台北市文化局舉辦的漢字文學特展 這次還特別邀請了全台僅存活字印刷工藝的日新駐制行參展 第二代老闆張戒冠 獨門的漢字活字印刷受到英國48設計學院青睞 院長特地飛來台灣 老闆張戒冠則親自擔任導覽員 介紹台灣的活字印刷術 台灣的活字印刷幾乎已成了活化石 但英國人卻勢如珍寶 文化局日新駐制行決定為遠渡重陽來台的嘉賓送上大禮 展覽結束後將把全套四千六百個送體牽字體 捐贈給48設計學院 另外這次特展一口氣斬出不少古董印刷機 像是三十二開的圓盤機 手搖注字機等 而早期的國語日報排版的注字銅模 上頭刻有注印符號也相當罕見 值得民眾一虧活字印刷的技術之美 記者黃立委張國良台北報導 有幾位七年級生創立了一個增物網 讓民眾可以把用不到的物資 PO上網 提供給有需要的人來索取 大包小包衣物 一樣一樣仔細檢查 這不是業者要販售的商品 而是有人捐給贈物網站 要用來提供給弱勢團體使用的物資 每個人家裡都有用不到的東西 那希望有一個平台可以讓物資分享出來 那也許你不用不到 但是正有人需要用 一開始只是想延續物品的使用生命 七十年次的馬日如 沒想到構想獲得好友支持 大家決定放棄高薪 投入公益 2009年集資成立了 GIF543贈物網 由於只要上網加入會員 就可以捐物資 索取物資 因此初期並不被看好 認為絕對是有人想拿 沒人想捐 但出乎意料的 贈物網上路短短六年 就突破兩百多萬件的交易量 經手總價值超過一億元 但也因為網站只靠一些小廣告收入 在支撐 幾年來總共燒掉 一千多萬元積蓄在經營 讓他們差點想放棄 應該說他還沒有市長的媽媽 然後我們就很好奇說 為什麼東西這麼多呢 然後他就在他的 自己的個人介紹裡面寫說 因為他已經勢力快要接近全盲了 他要趁他還有能力付出的時候 他要趕快做這件事情 想要用他的算是一種價值 在這社會上存在 就算遇到低潮 但是當看到了憎悟者和收入者們 親手寫下的感謝和回應時 都讓他們相當感動 決定再辛苦都要繼續努力 或許這六年走來的創業生涯 在金錢上沒有回收 但幫助人所獲得的心靈滿足感 就是大家拼下去的動力 記者 財源城堡 羅台北報導 接下來提供氣象資料 北部地區基隆 台北桃園新竹苗栗 最低溫二十四度 最高溫三十三度 中部地區台中彰化南投 雨林嘉義最低溫二十四度 最高溫三十三度 南部地區台南高雄 屏東恆春最低溫二十四度 最高溫三十三度 東部地區宜蘭花蓮台東藍雨 最低二十四度 最高三十二度 外島地區澎湖金門馬祖 最低溫二十二度 最高溫三十一度 以上是今天的公視晚間新聞 謝謝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時間我們再會 國寶集台灣歌王歌厚金曲演唱會 音樂之都維也納是一個什麼樣的城市呢 以前的城市風貌和城市傳說 又流傳著怎樣 絢麗或迷人的故事呢 五月十七號 周日早上十一點 《一響世紀 城市之光》 就在公共電視 公視小導演大夢想 開始徵選拍片企劃案囉 只要企劃案獲選 公視將提供專業的影像培訓輔導 十二年來 小導演大夢想 已經有五十八部短片誕生 更有多部榮獲國外兒童影展大獎 只要六月五號前上網報名 並寄出拍片企劃案 就有機會和孩子共同圓夢喔 詳情請上公視官網 還有高高在親口中 穿風也微微笑 溫馨五月 精選雙品八折 即日起至2015年5月31日至 溫馨五月 公視特別精選了 十二件陪伴長輩最佳的節目 八折優惠 二件陪伴長輩 stellen enseñ 例えば仰塔輩 champ